小乐高达乐趣欢迎来到 怀雪的乐高仓户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乐高星球大战 75250帕萨纳飞艇追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们这一刻乐高星球大战75250帕萨纳飞艇追击完成了 这一刻乐高星球大战75250帕萨纳飞艇追击呢 是乐高于2019年11月推出的产品 它已经于2020年12月底 它一共有373片乐高积木构成 里边包括有四个人载 而当时的官方定价呢 549元 哇 300多片乐高积木 549元的官方定价 这一套75250 它的性价比似乎并不高啊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到底好不好玩 原本我们都是应该先来说人载的 但是这一次呢 怀雪想要先跟你来说一下 这里边的这两个大载具 而这种双车装的载具呢 而且类似于像摩托车一样的载具 给坏雪第一眼的感觉 跟幻影忍者稍微有点相似啊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幻影忍者嘛 大家都知道 之前出过很多这种 两辆摩托车装的套装 真的有这么点意思了 而且跟幻影忍者一样嘛 这个星球大战的载具 依旧也是看上去非常的科幻 但其实呢 这一套75250呢 它是根据星战9里边的情节来制作的 制作出来的这两辆载具呢 也各有特色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依旭白冰的载具 那不知道大家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 是不是跟坏雪一样 感到诧异 原本我们以为第一秩序的 它那些载具那些摩托呢 应该都是飞行摩托 但其实呢 这一辆是一辆履带摩托 它的后半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属于腾空的飞行摩托 而它的前半部分呢 是一个履带 直接接在地面上来这样行驶的 那这一套75250里边呢 这一辆履带摩托呢 它的履带是使用了 你看一体的橡胶零件 这个橡胶的材质呢 我觉得拉起来弹性还可以 装上去之后呢 也不算崩得太紧 转起来也是相当的顺滑 那但愿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这个履带并不会因为老化而断开 之前坏雪做美高积木的那一辆 谢尔曼坦克 就放了两个月时间 那个橡胶的履带就断开了 这辆摩托呢 小虽小 但是许多的细节之处呢 还是有体现的 发射器 挡板 操作杆 排气管 这些细节呢 在这一套履带摩托里边 自然也不会缺湿 而这里边的发射器呢 发射的就是这一个 一乘一的透明绿色的小圆板 来 我们发射一下 来看一下效果 打出去的力道呢 还是这么足 但是还是那一句话 发射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不要对着人的眼睛 或者宠物进行发射 玩乐高 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来 我们放一个人仔 坐到这一辆摩托上 来 追击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子的 来 出发 追击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雷翼所驾驶的 这一艘飞艇 这个飞艇的配色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以灰红色调为主 当中呢 还搭配了一些土黄色 整体呈现出来的 这艘飞艇的 颜色呢 相比于电影之中那种 暗淡的颜色 要鲜艳不少 看上去心情 也愉快不少 那跟前面的这一辆 履带坦克不同 那这艘飞艇呢 真的是飞艇 你可以看到 它下面的底呢 用了三个透明柱 来支撑住这一个飞艇 呈现出来的效果呢 就好像它悬空扶着一般 而且这一个飞艇 虽然猛的看上去 比较简陋 但是里边像这种 飘扬的旗帜啊 前面的这个挡板啊 后面的这一种 双尾舵啊 又带有一丝 疯狂Max的感觉 这种狂野之中 透露出的科幻感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那这边人载 可以待的这个空间呢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注意一下 这一艘飞艇呢 它并不是一个左右对称的设计 这种非对称设计做出来 我觉得样子还不错啊 而它上面的这一些细节呢 自然全部都是用贴纸来呈现的 好在这一套75250里面的贴纸量呢 并不多 一共也就这么些贴纸 我觉得呈现这块的效果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软管拼接呢 并不麻烦 但是软管你要把它的角度捏捏好呢 还是需要用点巧劲的 那这艘飞艇也是带有发射机构 这边有一个一乘一的小原版发射器 跟前面的那辆铝带摩托是一样的 但是它发射的呢 是这个透明红色的小原版 来打出去 你觉得力道还是这么足 当然还是那一句话 发射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不要对着人的眼睛或者宠物进行发射 玩乐高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狂欢节上的小亭子 小摊位 那这个狂欢节上的小摊位呢 设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这边还有个小旗子 呈现出了狂欢的意味 这边呢 有一个望远镜 当中呢 有个箱子 箱子里边呢 还放着电锯啊 钩子啊等等 这边还有个小箱子 整体来说 这个呢 只是给你勾勒一下 当时电影里边的那个氛围而已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才 首先来看的呢 是星战里边的 又一个灵魂机器人 BBH BB8 那这个BB8呢 是四面印刷 它的脑袋呢 也是围着一千 全部都有印刷的 印刷的质量呢 自然是相当的细腻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可爱 那这个BB8呢 不是这一套独占的 除了这一套75-250之外呢 你还会在75-242 黑色王牌 泰拦截机里边 看到它 接下来再来看的呢 是星战9里边的主角 一个穿着白袍的雷衣 那这个雷衣呢 手里也拿上了光剑 光剑的柄呢 还是一个电镀零件 那这个雷衣呢 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一面呢 是一个严肃的表情 另外一面呢 是一个略显开心的表情 再来看的 这个人仔呢 是第一秩序的 旅带摩托驾驶员 也是一个白兵啊 来看一下 他身上的涂装 身上的涂装 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乐高星球大战 对于这种人仔的涂装呢 一直都是比较重视的 来他的头盔下面呢 是一个单面印刷的脑袋 手里呢 也配了一把短枪 再来登场的 这一个第一秩序的飞行兵呢 他也是一个特别的 独占人仔 他背后呢 带着一个 喷气飞行背包 看到没 一个喷气飞行背包 那这个喷气飞行背包呢 是由两片零件来构成的 底下的这一片 背包零件呢 是一个特殊开模的零件 而上面的这一片 是一片印刷件 搭配上之后 这个喷气飞行背包 看上去真的 非常的出色 我个人也是相当的喜欢 而且注意一下 这个人仔的头盔呢 跟刚才一个人仔的头盔 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人仔呢 全部都是75250 独占的人才 来看一下 他们的脑袋呢 是同样的脑袋 这也可以从侧面 证明了 第一次去 他的这些士兵的来源啊 好了 今天 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刻 乐高清秋大战 75250 帕萨大飞艇追击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 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